一个女人被绑在树上吊打 即使是皮开肉绽 男人也丝毫没有手软的意思 很快他们就注意到 来运送物资的佛波勒 于是几人连忙躲起来 佛波勒看到美女后 直接下船救人 而埋伏起来的长毛几人 顺势偷袭佛波勒 抢走了他们的手枪 因为在这个小岛上 全部都是死囚犯 而他们抢到手枪 就是为了杀掉叛逃的大壮 当大壮一群人赶到这里后 发现部落内空无一人 于是他们直接扔过去一个手枪 果然把埋伏起来的人 全部炸了出来 此时的长毛 怎么也想不到大壮 居然还能远程射击 于是他赶紧躲进了 坚硬的石头房子的 一直不停射击 眼看胜利 慢慢地向长毛招手 于是小黑趴过去 把手榴弹直接扔了回去 可因为石头房太过牢固 根本伤害不了他 反而自己还被长毛打成重伤 好在这个时候 大壮发现 有一处水源可以流到石头房里 于是他把汽油倒了进去 顺势流进房子里 当长毛反应过来 水的味道不对后 大壮已经一把火点燃了气 一瞬间 整个房屋都被炸得一干二几 故事的最后 大壮成为了小岛上新的统治者 他建造了新的家园 并且还恢复了人人平等的制度 然而没多久 岛上再次被送来了一个新的囚犯 当看到美丽的面孔后 又一场新的战争种子 再次埋下